大家好 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GTS的耐久積分賽 在對本的零路賽道使用的車輛是GR3 相當於實際上的GT3等級 經過了30分鐘的排位之後 我們排位順序是 改位是Rocky Lexus RCF GT3 第二 渡邊 Porsche 911 RSR 第三 翔哥 BMW Z4 GT3 第四 Weasley Subaru WRX GR3 第五 千鳥 Subaru WRX GR3 第六 雄吉 Porsche 911 RSR 第七 小屎 Mercedes AMG GT3 第八 Alex Subaru WRX GR3 第九 阿凱先生法拉利 458 Italy 第十 阿碰 Mercedes AMG GT GT3 第十一 章魚 Mazda Atenza 第十二 文兵 Dodge Viper SRT 13 小噴噴 蘇馬龍 WRX GR3 現在趕快的Rocky 已經快要繞回了起跑線 比賽即將開始 比賽開始 倒數 一個半小時 哇 翔哥一開始就衝出賽道了 第一個彎就衝出去了 第三名的位置就這樣浪費掉啦 現在渡邊緊跟的Rocky 在練習的時候 渡邊是刷出最快三圈的 Rocky則是新參賽的車手 他在別的賽車團體 非常的強的 但之前沒有來我們這邊比過 渡邊一個內線超出成功 位置交換阿 現在來到這個 零貨賽道 我覺得最難轉的一個彎 我每次在這邊都會掉不少時間 我玩非常的急 我玩非常的急 渡邊雖然超出成功 但是沒有辦法甩掉Rocky 我看一下翔哥前面的樹 壓到旁邊綠色的地方 這裡特別滑的 回來還差一點跟人家碰上了 回來還差一點跟人家碰上啦 剛剛長直線雖然好像切到尾流 但是好像沒有超成功 而且距離還稍微開來一點 訊號不好嗎 那怎麼回事 我們來看 這是小飯拍 他從最後一期跑 現在已經來到了第九名 正常打開頭 他因為有其他事情的關係 沒有辦法 阿不撞 那個安凱先生碰在一起了 撞一下超車 這個 可能會稍微扣一點分喔 正常開頭的時候 他因為一些事情 沒有辦法參加排位賽 所以趕在比賽 準備要開始的時候 最後一刻 跑進來 然後有參與到正賽 但是他 其實是 應該比較快的 一下子已經來到第八 是我們暖身賽 恩三百的冠軍阿 是我們暖身賽恩三百的冠軍阿 從第四開始一直到第八 好像距離都不算太遠 沒有 從第六而已 前面的已經跑拍了 前面的已經跑拍了 第六是我 路旁有一台車 感覺很像是 翔哥的VNW 不過沒有看得很清楚 我上升到第五 才第三站 就已經有好幾台車 好幾個車隊的預算都用完了 車子三秀了 也不用贊助商 願意贊助 真是慘了 看一下第一圈最後 我在第四的時候 最後一個S型彎段轉錯 提早轉彎 拉回來跟後面的車碰在一起 害到他 吃下罰單一掌 第一個彎第二個彎 這兩個彎連在一起的 小屎從內線試圖燒車 但沒有成功 現在速度沒有比較快 這一段連續的S1 在我後面呢 因為我快的車手們 已經集成一團了 大路隊長 有可能在這裡被進攻呢? 我們的弱點 連這四台 有可能等一下小團團也會跟上來 連得非常近 這下小屎一定可以拿到尾流了吧 進入整工加速袋 進入整工加速袋 有辦法再轉彎前 沒有 沒有 沒有晃出來 第五入國 第六消失 第七翔哥 第八文兵 四台車黏在一起了 來到直線 小屎切到內側 並拍 兩側並拍了進入第一彎 外側可以比較慢下車 小屎切到內側 成功防守做不過 一個打滑 小屎再動並行 超車成功了 超車成功了 不過小屎試路太快 稍微滑出去一點 有點打滑 後面的車子也跟著滑 小屎這個失誤讓它一連落下兩個名次 沒有超車成功 還落到了第七 很可惜沒有撐著這個機票過去 我們後面這個混亂只有我沒有波及到 這間距離又稍微拉開一點了 現在比較接近的是 六七八米 還有跟上來即將要加入團體戰的小拍拍 現在第一名是路邊 第二名是Brocky 第三名是Weasley 第四名是熊吉 第五名是我 第六名是翔哥 第七名是小屎 第八名是文斌 第九名是小潘潘 在以下的因為它的縮點我就看不到了 我原本其實是想要自己做那個排名的跑馬燈 但是因為工程實在是太過浩大 所以就只好放棄了 回到前面 Rocky剛剛被拉遠的距離又追到咬住座邊了 總覺得這個聲音好像有點怪怪的 不太符合畫面 可能是某種露營的bug吧 不太符合畫面 路邊也是其中一個 啊Rocky滑出去了 好可惜啊 都已經黏到那麼近了 原來只是小屎 小屎踩到旁邊 然後滑一下 重重的撞到布蘭 哇 哇哇哇哇 小屎踩出了 那個激烈的舞台車纏鬥 能上舞台嗎? 小胖胖還沒有完全追上 反正舞台聽起來比較厲害 Cats 香光跟文庭 養高器比我還要快 文庭還是這一次 ihad 의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成績的 快追到這裡來了 很快速 背後直線 現在我比林翔哥的距離比較近一點 林翔哥稍微開速跑道 不過這裡看出跑道感覺損失的時間並不多 經過最後的S1 翔哥已經快要咬到我了 咬住囉 我們冰油把離比較近的現在反而拉開了 但是S1連續區域是非常難超車的我覺得 一看整天凌路的時候這一段都不太有辦法把握 然後經常會衝出去 熟悉最後一個比較好 只有這個很急的把夾彎還是沒有辦法 隨時有可能被翔哥進攻啊 好 溫冰稍微滑出賽道 現在距離要拉開一點啦 我還好沒有失控 我還好沒有失控 這旁邊的綠色區塊也是非常危險的 像陷阱一般踩到就會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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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近的距離 中了一些大直線 翔哥會從內線還是外線進攻呢 我捨不得內側 最後一刻切向外側入彎 從外側入彎的速度就是比較快 留了內線的空間沒有被翔哥超過 算是一個成功的動作 現在時間還沒有經過15分鐘了 到底能夠守多久呢 前面有黃金 閃了一下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三台完全的黏在一起 壓力非常的大的感覺 尤其是卡在中間的 要看前面又要看後面 我們沒吸到尾溜了 從內側並排 勝利超過 翔哥開在快 繞到很外面去 被超車成功 被超車成功 成功 成功 再大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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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可樂反擊嗎 最後就沒有辦法 第一個彎我的路線似乎偏彎了一點 稍微有一點開出去影響到出彎的加速 萬密企圖超車但是沒有成功 因為一個卡到減速 翔哥也並行了一下下 完全黏到萬密的車尾 這樣子維持住等一下的直線就有機會了 我怎麼進是非常難維持的 很害怕會頂到前面的 路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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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看到草地上的 大打花 沒有完全失控就救回來 但是這個落後就很多了 可以算是暫時的脫離 成功 雄雞跟 雄本雄 兩隻雄對決 然後雄雞 把雄雞自己滑出去 雄雞 翔哥在最尾巴好像會習慣的往外甩 那大吉先後的轉彎 然後這樣持續擋著文明 遲早會再上來了 好 Rocky經過了幾圈的奴隸 在第九圈的時候追上了渡邊 能夠扳回第一嗎 兩車即將進入了有名彎道 它是紫彎道 這裡我在看Super GT的時候也有時候會看到車手失誤在這邊 在那邊 錫到尾流了 這個大直線有機會 超車成功 Rucky在直線超車成功 沒有什麼懸念就過了 可是內線被渡邊站住 好 接下來的S彎道 兩車平行 怎麼樣怎麼樣 給到終點前了 Rucky成功超車 啊 東邊還想從內側反攻 我感覺 啊東邊這個反攻失敗還滑了出去 這現在確定落到第二名了 我感覺這個第一個彎 從內側好像不會比較有力 剛剛看了這麼多次 就是 決鬥的 結果 我會有這樣的一個感想 那我們這場的第一部分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那我們這集就這樣 下一集再見 掰掰